今天是父亲节 刚才正在工作的时候 收了电话 然后就收到了 我们将小面糕 给我送你的节日礼物 非常的开心 让这个礼物放到旁边 陪我一起工作 我当父亲有二十多年了 女儿现在二十一岁多 在这个二十多年里头 我认为我这个父亲是层次的 从小我的父亲叫到 我就说 要延传可以讲 你在做啥子 你的娃娃就在看 就好像我小时候一样的 我记得我在几岁的时候 我们家里面有了电视 有了模特儿那些 我就看我们大点的 装电视修模特儿的 从小我也就喜欢干对事情 所以整个父亲 我动手的力量 其实是从小不一样 就包括我们家的小面糕一样的 从小他也看到 我在家里面搞装修 在我家里面搞电汉那些 他也对对于很好奇 虽然他就平身 但他现在的动手能力 不管是他煮饭也好 还是他在吐气他手 以后他都比一般的女儿要强得多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家风 也就是言传分教 作为一个父亲 一个成子和哥的父亲来说的话 你一定要给自己的儿女做一个表彩 你再努力 你再奋斗 如果你说你天天在打麻将天天在喝酒 那让你的娃娃要好的学习 我觉得这个不是不脆的事情 接下来我要继续努力了 继续奋斗了 让我这个小面糕是我的理由 今天我们要把这个游戏给它切出来 我今天一大早就给我们爸也发了个红包 因为今天必须要工作嘛 在此 祝我的父亲节日快乐的同时 也祝天下的父亲节日快乐 让我们认认真真地当好一个父亲 做好一个表帅 让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在脑洞中成长 在脑洞中体会加值 嫩 الر 我们来给大家吧 我们来介买一下